北投區中央南路 有一處工地 在昨天進行灌漿作業的時候 因為模板沒有封好 瞬間爆磨 大量的水泥 伴隨碎石 從19樓往下噴炸 但是猛力砸到了車輛級人 驚險的瞬間全曝光了 哄 天降 泥降雨 大量水泥伴著石塊 狂噴猛炸 男子被水泥狂砸 手摸著頭拔腿逃命 只見恐怖水泥雨還在下沒完 面積覆蓋整整 兩個車道 民眾嚇到完全不敢靠近 嚇壞了 所以民眾都是幫下來 幫模破掉 從那冰掉下來 看到那個石頭 大概也有小下來 可能人會死掉 人逃過一劫 但車卻沒那麼幸運 工地外的白車被水泥襲擊 慘變灰車灰塗塗戀 警方趕到現場 只見大批工人 慘得慘 沖得沖 騷得掃 忙著清理 清到隔天早上還在清 真的好慘好慘 水泥灌漿 然後他駁板 把美封好 爆掉 沾來車一個的 恐怖意外就發生在台北市 北投中央南路 這處崗古大樓工地 新建案 幹到一半 怎麼發生慘案 原來17號中午12點多 工地19樓正在進行灌漿作業 模板沒縫好 工人沒注意瞬間爆磨 數百公斤的水泥碎石 從天而降砸中三車一人 封閉雙向道路 由本分局員警及運銷人員 協助疏導交通 被水泥雨砸中 第一時間爆頭奔逃的 57歲許姓男子 命大只有輕微擦傷 負責人一向雙者 還有三名車主道歉 談吐賠償達成和解 監管處也對承造人 跟監造人各罰9萬元 只是公安意外 如果再不注意 就怕這次爆磨